这周,一个伊朗姑娘的遭遇,可以说是牵动了全世界网友的心。 她的名字叫做Sedaskar Jam,是一位1994年生的伊朗的拳击手。 在4月13日的一场业余级别的比赛中,她成为了第一名代表伊朗出战拳击比赛的女性运动员。 并且在比赛中,Kedon身穿一有伊朗字样的比赛服,战胜了法国的全世界冠军Anishal Van,拿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奖杯。 诚然,这个比赛与奖杯并没有多少含金量,但它对于伊朗,以及伊朗女性,都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要知道,Kedon在拳击路上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在挑战那个古老、虔诚的国家的教条。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宗教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国家的法律依托古兰经制定。 社会的道德观,也是纯粹的宗教道德观。 图 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的画像在德黑兰街头。 这就导致了 站在现代角度看 女性在这个国家中享有的权力和自由 和男性相比是大大欠缺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伊朗的女子拳击。 在Kedon之前 伊朗是有女性拳击手的 但是她们都必须在一种非常封闭、居住的环境下 训练,就是相当于带住链铐跳舞。 正因为这种束缚 伊朗官方的女子拳击运动 一直发展不起来 那些稍有些野心和能力的运动员 都会选择去土耳其发展 在一国寻找打黑拳的办法挣钱 Kedon最初也只能与女性一起训练 但在2017年 Kedon结识了自己的伯勒伊朗裔法国人 M-H-Y-A-R-M-O-N-F-H-I-P-O-U-R Moshe Paul是在伊朗出生的一名男子拳击老将 在退役以后 成为了一名教练 在结识Kedon后 他相中了他在拳击上的天赋 他决定帮助Kedon 以及伊朗女子拳击 冲出国门 走向世界 土 Moshe Paul和Kedon 在Moshe Paul的帮助下 Kedon离开家乡来到了法国 为期两年的训练虽然艰苦 但成为伊朗女子拳击第一人的理想与目标 让Kedon非常专注 职注 而且他期待着 当自己第一次比赛结束以后 可以第一次回家看望自己的家人 在4月13日 多年来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 他首次登台官方国际拳击比赛 战胜了法国轻量级冠军 纵观Kedon的拳击之路 虽然自己的祖国除了阻碍什么也没提供 几乎全部训练和设施 都是由Kedon和他的教练自己提供的 但Kedon还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他穿着绿白色的上衣和红色的短裤 这是伊朗国旗的颜色 在胜利之后 他兴奋地指住自己国家的名字 在YouTube上 伊朗网友也都对Kedon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他终于可以带住满身的伤痕和荣誉 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然而伊朗政府的随后的举动 却让人大跌眼镜 在比赛结束 Kedon与自己的教练前往机场的路上 他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来自伊朗的朋友 他告诉他们 伊朗政府将会因为Kedon不符合宗教规范注装 而逮捕他 只要他一回到伊朗 警察就会在机场等住抓捕 图 伊朗的道德警察 而他不符合宗教规范的注装 就是因为他在比赛中没有穿戴头巾伊朗政府规定 女性在公众场合 必须佩戴头巾遮住自己的头发 就在去年7月份 伊朗女性发起了一次反对强制戴头巾的运动 最终结果是29人被逮捕 那些在公共场合摘下头巾的女孩 被判刑20年 图 伊朗年轻女性公开摘下头巾抗议 也正因如此 Kedon最终决定放弃回国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留在异国他乡 听说Kedon的故事以后 不由的真心发出感叹 有些国家真的配不上自己的女孩 这些女孩用自己最诚挚的爱国之心 为国家奉献 宣扬自己对本民族的认同和热爱 却到头来被自己的国家浇上了一盆冷水 图 伊朗女性抗议强制投金的规定 1979年 相似的事情 在伊朗已经看到很多次了 例如 伊朗政府曾经长期规定 女性不能观看男足比赛 因为女孩不能在公众场合与陌生男性 肩并肩一起 但这都没有挡住伊朗女孩对自己国家男子足球队的狂热 为了看比赛 她们甚至会女扮男装混进球场 图 伊朗女球迷女扮男装混进球场 而每次伊朗足球队远征国外 也都少不了美丽的女球迷的身影 图 世界杯上的伊朗女球迷 担对这些热忱的女孩儿们 伊朗社会却不把她们视作平等的人 而是把她们看成男性的附属品 在伊朗 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公民 于是我们看到 她们对女性的着装有千条万条的要求 但她们的男性 却可以穿住西方的牛仔裤和T恤招摇过世 女性不能嫁给异教徒 但男性却可以娶任何宗教 种族的妻子 在地铁和大巴上 女性只能坐在特定的女性区域 在婚姻里 没有男性的同意 女性不能单方面离婚 而这些措施 据她们男权社会的倡导者描述 是为了维护女性的自由权益 不被西方价值观腐蚀 伊朗宗教的维护者会告诉你 在这个后现代社会 不论是宗教 政治 还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都应该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伊朗信奉在你们看来落后的价值观 就对伊朗指手画脚 女权主义这种西方的价值观 终究和伊朗社会格格不入 图 去年年初伊朗女孩抗议强制投金 但抱姐还是觉得 我们首先是一个人 其次才是伊朗人美国人 或者阿拉伯人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性别 性向的平等权利 应该是每个社会最基本的追求 这不是什么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而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东西 希望这些国家 能配得上你们的女性